很特別的是 我會自己親自幫你們拉花 然後客人聽到這個就覺得 你要親自幫我們拉花 Are you sure? 我會幫你們拉出 最漂亮的清晨型 也有聽告假期滿 想回過老屋 網友指教廢物媽寶應該被編 然後在餐前我們有 氣泡水 雪碧 可樂 還有奶昔的部分 還有奶昔的部分 奶昔不能有了 奶昔不要介紹了 沒有牛奶 削這邊對不對 沒有用過 沒有用過這個 沒有用過這個 你才是少爺吧 公讀餐鳥顏又婷 在實境節目營業中 自主消失一個月 在外找了餐酒館實習 經驗值從零開始累積 那你自己覺得 這一個月下班 沒有你的節目 真的有過分超多 很多 真的很多嗎 應該真的超多 就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出包 出包網 那你對於有幾集節目 就是有還是有虧到你啊 譬如說奶昔啊 因為有奶昔之類的嗎 沒有 因為奶昔 其實缺少了一名人員了 沒有沒有 我就覺得 我自己很開心 就是大家 大家其實還是 還是有想到我這樣子 因為有網友就覺得說 你這樣好 又不被電視的感覺 沒事我覺得我 應該被電視 我那一天我其實 真的很認真在看 比較嚴厲一點的 尤其是 被蜂蜂蜂蜂蜂 那你蜂蜂蜂蜂蜂蜂蜂 什麼意思 喔 之類 這麼嚴厲 你那麼哭嗎 我 就是比較低落一點 你有回答嗎 我沒有回答 我就是 我會把這些話 你就是記到什麼 不管是我 身邊的好朋友啊 然後 尤其是我家 尤其是我爸 他就會說 我不會這樣 難怪你會被老屋淘汰 他沒有被營業中淘汰 他也贊成你是該被罵 非常非常贊成 他覺得我就是該被罵 我就是該被罵 欸 從營業中到打工中 嚴又廷實戰拉花 現在真的拉得有點冬休 所以你是每天都去嗎 一個禮拜差不多三天 只有我們從六點開始到十點 我們是四個小時 因為他們有時候可能不喝酒精飲料 我就會推薦說 你們可以點這個剛剛拿鐵 那那個拿鐵 很特別的是 我會自己親自幫你們拉花 你要親自幫我們拉花 Are you sure 我就會非常堅定的 很很自信跟他們說 對 我會幫你們拉出 最漂亮的清晨席 拿出去之後 客人真的都看到那個拉花 都會很開心很開心 那我看到他們很開心 我那一天是你兒子的 非常開心 要快要回來了吧 差不多啦 我自己的內心是 很想很想很想要去 那時候不是說一個月嗎 我其實自己沒有給我自己一個期限 因為我 我想 我不希望造成大家的麻煩 所以我想說 先把自己經濟好之後 再回去幫忙 那 有可能演唱嗎 因為這個 也不是我的決心 所以我目前也還不知道 我覺得回去的話 壓力絕對會是比以前更的更大 但我一定會把我在這段時間 學習到的跟在外面 打工實習到的經驗 帶上去玩 最終的經驗都會把拉花 continu起來 不得了 bitcoin ко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